抽籤的號碼呢 應該是第一位是由 潘岳翔女士先上來為我們做證件發表 首先真的非常感謝我們主辦單位 這樣的邀約參與這次的證件發表 以及未來施政的方向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那也非常感動 這一群年輕人這樣的為玉璃的未來 大家一起努力 讓我們的玉璃證能夠越來越好 等一下 這個 好 好 那首先 玉璃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在擔任副議長的期間 以中央部會 還有花蓮各局處 還有我們各 所有的局處首長 還有 在提案 質詢力有目共睹 那在 僅僅的四年當中 陸續 把我們的交通 建設 觀光 文化 還有教育 繼續 各類所 有 364件 那 金額也達到了 9938萬 當然 還有跟許多 很多的一些提案 不只這一些 好 下一頁 好 那我在這裡 要短短的 一分鐘左右 有一個小影片 首先先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請放影片 謝謝 再把議題一直停留在 攻擊過去的施政作為 我希望沒有謾罵 穩健 掌舵 溫柔 而堅定的 帶著玉璃鎮往前走 謝謝 能做到我們 政內的工程 絕對會是透明化 上任之後 要創建更便捷的網路 查詢平台 全民監督 讓我們 政內的商業極大化 促進各項的產業 觀光發展 以及辦理所有的 提議賽事 讓人潮 一定要進到 綠里來 整合帶動 綠里政 各項的產業發展 以及增加 我們所有的 經濟效益 我要積極推動 優質的綠里米 及農特產品 擴充我們的通路 讓世界都看到 絕不再落後 周邊的鄉鎮 不獨厚特定的廠商 均衡發展 衝刺行銷 以拼命的精神 帶領綠里政公所 相信岳俠 擔任副議長的經驗 必能帶領 新團隊 創造正通人和 人和正通的 綠里政 我是2號 綠里政長候選人 潘岳俠 曾請你 將你手中 最神聖的意料 投給 2號 綠里政長候選人 潘岳俠 謝謝大家的觀賞 這個 我的未來 施政的一個未來的展望 有五大項 有建設 農業 觀光 運動 美學 還有一項我們的醫療 那首先第一項建設 在建設方面呢 呃 也分成短 中 長期 那最近 因為0918的地震 我們 地方上 發生的一個大地震 那我們的 呃 各方面 受到的災情 滿嚴重的 那 緊急 最要 急迫 就是要把我們 災後 修繁 改善我們 市容的一個整理 希望我們 義理政趕快修護好 那 路藥品 燈藥亮 水溝藥通 這個也是非常 一定要 徹底做好的一個工作 那監督義理政 所有的 那 要恢復我們 鄉親 所有的家園 最為優先 那在中期呢 要推動 產官學 何謂的 所謂的 產官學 就是要請 專業人士的 學者 專家 來精進 我們 玉理政公所 將來 玉理政公所 建設課的人員的 一個專業知識 要請專業的 建築師 水保技師 所有的專業人員 一定要把我們 公所內部 所有的員工 教育好 訓練好 要所有的 法規 法令 要熟悉 讓我們的政策 能夠好好的推動 那 玉理政代表會 還有花蓮 縣議會的 一些決議的案子 承先起後 一定要不間斷 把所有之前的提案 要做好 讓我們的 玉理政的所有公共設施 之前提的案子 不能中斷 一定要維護做好 還有一個重要的 要活化 我們南通土資場 的一個資源回收再利用 因為我們的道路 橋樑很多需要再改善的 一個公共工程 我希望能夠活化 我們南通土資場 這樣一個 已經既有的一個資源 然後請縣府中央 來協助地方 把我們的土資場 活化好 一切按照 合乎規定的方式 來做好 讓推動正正能夠順利 那長期方面呢 因為災前的預防 所以水土保值 還有圍老樓的一個 全面的一個評估 我們玉理政的一些老建築物 也要去維護它 還有最重要 我們的啟摩師弟 因為它的生態環境保育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那也可以作為 我們大型的親子油氣區 有一些戶外教學 還有一些各個機關 都可以來到這個一個生態園區 那個地方 環境又非常的優美 那還有最重要的193縣 我們北回歸縣的一個地標 在我們的馬太林園區附近 那不只193縣在馬太林以外 那附近整個193縣 還有我們的東風修區 東風露營區 接著還有安通溫泉區 我希望整個193縣的一個 產業鏈 不管是農業也好 還有一個觀光 一個環境也好 都能夠串聯在一起 那還有最重要的一個 要爭取我們玉理政 所有的自來水的一個普及 因為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民生問題 因為這次玉理政的地震 震出我們的自來水配置不夠 不夠好 因為食用水必須要安全衛生 所以將來 月下也會積極 目前也在進行事了 前幾天也碰到整個自來水公司的處長 他也承諾 也要需要把我們玉理政 所有的自來管線給配置好 好 下一頁再來就是 農業 農業是我們玉理政的寶 因為我們玉理政種植面積 是全國最大的面積 那玉理米的一個商標 一定要重新建立 重新的一個推行 我要讓跟我們的農政單位 還有農會要協力 同心協力 一定要把我們的玉理米 這個的形象品牌 再繼續擦光擦亮 因為我們的整個玉理政的農業環境 大概募農的有八成以上 讓我們的農民能夠經濟穩定 能夠在這邊安居樂業 所有的農業能夠繼續蓬勃發展 所以玉理米這個形象品牌 不只是玉理米 我希望玉理米它有名有姓 可以接著帶動我們所有的農特產品 讓我們的玉理更好 那再來中期呢 也要成立非常重要的一個 輔導農業小組 將來如果到 入住我們的玉理政公所 我相信這個專業的輔導小組 要協助我們的農民 要了解國家現在在推行的一些農業政策 比如說農村再生計劃 還有一個綠色照顧 還有我們的食農教育 這些都必須在國家目前在推行的農業政策 一定要成立一個獨立的窗口 讓政公所的農業客 隨時隨地我們的農民要形象包裝 要各方面的一個展現農業的優勢 希望由專業的輔導小組來呈現 那繼續要推廣我們玉理所有的農特產品 在長期呢 要長期年度的規劃 在不同的季節 要不同的農特產品的進行規劃 農業跟觀光要結合 也要結合我們的社區 這個是很重點 我相信所有的農民在這一次的選舉 也都很重視 我們玉理米將來要怎麼樣的呈現 我會非常用心的把我們的玉理米 持續再推廣 好在運動方面 現在也分為短中長期 巴通關杯一系列的活動 從來沒有間斷過 我們玉理鎮 是全國交通最不方便的地方 早期在玉長杯 或者是巴通關杯 所有的運動選手只要時間到 就特別特別喜歡到玉理鎮來 所以運動也會帶動觀光 也會帶動商機 我要感謝所有的各單項的委員會的主委 他們每一年都很用心的在推廣各項提議活動 因為運動會帶給我們的運動選手很正面 不只很正面以外 還要能夠帶動 只要來玉理參加活動 就是四天三月三天兩夜 間接著我們的人潮就會進來玉理鎮 所以這個巴通關一系列活動 我絕對不會間斷 因為繼續辦下去 那再來短期的 就是我們玉理的藝文中心 全館的設施設備 已經在改建中 月下也在這方面 也爭取了四千多萬 所以馬上就要開始動工了 我希望我們的藝文中心 不只運動會 不只藝文活動 都能夠做得很好 那在中期呢 陣內的各項運動活動的場地也要維護好 推廣運動要結合理校運動會 所有的社區民眾才會有那種凝聚的力量 大家一起快樂生活在玉理鎮 快樂玉理就會越來越好 那在長期方面呢 傑出表現的運動選手的培育基金 其實我們玉理鎮有非常多的國手民要國際 這一點真的是要非常的欣慰 所以要爭取更多更多的功能運動中心 我要向大家報告 前陣子因為老人館要修建改善的五六百萬的金會 我跟縣長也在溝通過 那個先不要浪費我們的資源 因為馬上在老人館後面要蓋一棟大型的運動綜合中心 那個預算非常的高 那個是整個花蓮南區的一些活動 都能夠容納很多很多的優秀的提議人產 跟所有的愛觀賽的一些觀眾 再下一頁 所以運動不只是運動 堅持辦理八通關杯一系列的運動錦標賽 那孩子在運動可以找到自我的認同 也可以找到自我價值 運動不只是運動 更能夠建造孩子們的夢想的階梯 在我們的城市美學 其實這也包含了文化跟藝術 我覺得美學就像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美少女 但是我們要給她靈魂 這個靈魂就是短期呢 我們要結合在地的藝術家 在地的藝術家 我也溝通了好幾位秋創佑老師 有媳婦老師 在美學規劃 我要相信專業 將來我也希望行政工作歸行政工作 讓公務人員好好做行政工作 美學就交給專業的藝術家來呈現 讓我們的玉璃症更美 尤其我們的課程拱橋 那個地方我也提案了 在縣議會開會 有27位28位的議員跟我連署 案子已經要簽到鐵路局 建設處簽上去已經成案了 那也要感謝寧南議員也有幫我連署 所以我們的拱橋 我將來我也要求 我們的鐵路局希望能夠做一個更好的一個彩繪 甚至晚上有光雕 那我們玉璃症會更美 那在中期呢 因為前兩天由喜浦老師 我也跟他當面聊了很多 那彩繪不只是拱橋 希望我們玉璃火車站 由他 因為他是我們在地的國際藝術家 由他來呈現是最優質的 我會提案上去的 我也會繼續努力 把這樣的一個構思給他完成 那再來義護自行車道 因為目前有一些 還沒有修繕的很完備 所以周圍的環境要美化 那當然安全是第一的 一個公共設施 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在美學的部分 長期的部分 要跨領域的協助我們的鄉親 結合農業 觀光 美學 要配合政府計畫 輔導推廣 農村再生 這樣子的一個連結 才能夠串聯在一起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松浦火葬長的 規劃 綠美化 因為這是一個生命園區 我覺得我們都很懷念 我們的祖先 但是那個地方呢 要綠美化以外 水溝也好 排水溝也好 停車場也好 我希望能夠將來建立 成一個公墓公園 大家去看看我們的祖先 並不會害怕 而是很優雅的一個環境 好 再 那個 你可以把口罩拉下來 因為這個講得很喘 我知道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好 最後在醫療這方面 謝謝主持人這樣提醒我 讓我講話比較 花蓮南區相對於花蓮 一百多公里 真的非常的落後 也非常遙遠 有許多需要我們再加強改善的地方 但是很開心 因為這幾年的努力之下 上一週我在慈濟 也見證了我們的學藝透視器 已經成立了 就是洗腎中心 服務了我們南花蓮的洗腎病友 避免在花蓮跟玉璃周車勞頓 這來回一個小時 病人真的很辛苦 但是這個部分 我相信一定會更好 那為而我將來要舉例更要爭取的是 心導管事 目標要在我們農民醫院或者是慈濟醫院 在兩年內 我希望他能夠成立 要診斷性的心導管 跟急性的心肌梗塞的一個照護 因為我們的民眾很多心肌梗塞 時間來不及 急久 就離開我們了 這個是月牆很痛的地方 我希望能夠讓我們的鄉親 遇到緊急重大心血管疾病的時候 不用再花長時間的這樣的一個轉診 所以我也要求衛生局一定在這兩年以內 一定要把這個心導管事給做好 那再來呢 月牆不是空口說白話 未來的施政方向 我已經跟縣府提案也立案了 有過數的 我過半數的議員也連署同意了 不會因為任何的選舉而中斷服務 這麼多的一個提案 所有的議員都幫我連署 所以在這個一個政策大方向 我已經要把它做更好 政內的工程絕對要透明化 那創造更便利的網路查詢平台 全民參與 全民監督 我希望所有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一起把我們的玉璃鎮 建立的更好 讓大家尤其這一群年輕人 我看到你們的用心 我也很希望有你們這一股力量 把我們一起努力 把我們的玉璃鎮 建置的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的聆聽 感謝大家 祝福大家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謝謝副議長 謝謝辛苦了 我知道這 在這20分鐘要講完 真的是很不容易這樣子 然後我剛剛是有看直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就是在手機裡面看一下直播 我們是都會把這個證件 如果有這個 PowerPoint的話 我們是會秀出來 並且有特寫的 所以大家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證件發表的人呢 都會有就是相對的這個權益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是要由第二位候選人 那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這有20分鐘的時間 然後請大家呢 就是在20分鐘之內呢 就是 盡量保持安靜 我們就聆聽這個候選人的 這個意見 然後盡量分享 讓他的意見 可以給更多人知道